那我们来进到简报第四页看一下这个OBS虚拟摄影本 我还蛮常用他就是 做录影的部分 尤其 他一个很大好处就跟我们真正摄影本一样 其实我们现在每个学校 教发中心都会有一个 虚拟摄影本 可是说真的大部分老师 去那边都会有一点点心理障碍要调试 因为不是你熟悉的教学场域嘛 对不对你平常老师熟悉的是在教室 可能你的办公室研究室 甚至家里 可是去到那边你必须要有人 帮你 协助你 去做很多事情 而且 你的简报啊或资料都要先交给他们要先转过他才知道老师我要怎么cake你 对不对 那个摄影机然后还有我们的画面 简报画面啊或你的教学资料怎么切换 这样会比较顺 所以说通常老师会觉得录 摩克斯之类的课程会花很多时间 第一次 不小心的 第二次不愿意 因为你要花更多时间 所以呢如果能够把这个过程简化一点 就像老师平常上课的情境 我相信你这样录应该就 很自然 讲话讲笑话 就算对空气讲 也会觉得比较有自信一点 OK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我有整理那个Google协作平台 所以您可以从这边的点下去之后 从这里 就可以打开 好就可以把它打开进到 我整理的这个协作平台上面 那你可以从上面看到我有很多的应用这样子 好那像最近那个 天下杂志啊 就跟知车会他们就在 找我 讲一下 这一段 2017年那时候 就跟知车会有合作 做远距教学 而且一上就上14堂 我那时候心里很惶恐 对啊你会觉得说 远距的然后又有那物联网的设备要接 那到底要怎么处理 又不是一堂课就解决 是14堂课 所以 就是 有回顾一下 那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因为这个是定点的 所以还好 好 定点的 像这样子 有没有我们就可以 像这样子 把我的画面切换成 就是 我需要给他们看的资料 那么 在 这里 这个是 像这个就是 物联网的那个 模拟器 我就像这样子在 萤幕上 还有我今天有带这个 因为这个 前一段时间 也是防疫必备品 叫做失误投影机 对啊有些老师他可能 就是比如说输的资料啊 他不方便用拍照的啊 因为要拍也麻烦嘛 所以他就是用这样子 就是失误投影机去把它投影出来 那我只要抓到萤幕上 是不是就很方便使用了 对不对 好那 下面这边 好就像这样子 所以 我们如果可以 像这种方式 其实就跟老师实际上在 这个 学校那个圣篷 录一直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把场景 移到你们家里面去 那 看过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这里有一段 这里有一段呢 我就播一下给老师看 你就知道 等一下我要做什么 这个也是我上课的时候顺便 上课前 先 先录下来 就把那个安装软体的过程 准备过程把它录下来 平常我都带上一架上课的 可是这边不太方便 因为做捷运没法带 所以这里我都是 只好请他们准备一下 所以老师您可以 不一定要去外面买这种 我后面这一种 你可以去布装买这个 我今天有带 那个大概400块500块600块 就可以买到 好就这样弄好了 所以我们家晒一下 功能蛮多的 平常在家晒衣服 带出去就是上课用这样 要不要这样就解决了 所以您知道待会会变什么样子了 哈哈哈 这位同学你知道为什么了吧 因为他穿的那个颜色 是不是 蓝的 对吧 因为我刚刚里面是用蓝幕 对呀 那OBS他的特点就是 他有即时去备的这种功能 如果他没有这个功能 那老师您就用什么 维地导演那些就好了 因为那叫后制嘛 Premiere那些动作叫后制 这个就是要做即时的 老师喜欢后制还是即时的 我如果能够上完课讲完就回家睡觉了 这样不是更好吗 我干嘛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后制 后制是不得已的 也就是说您可能今天有某些地方讲错了 那或者是我有某些地方 我要做比较多特效 比较容易了解的 比如说你要做 更 就是 夸张的画面 还是做比较辅助的画面 我再透过后制去处理 不然我们教学上 其实你可以用这样 就可以很快就解决了 你就不用再 花太多时间在后制上面 好 老师这样有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 等一下呢 我就可以进去了 那么今天呢 您看一下我们简报第4页里面 有帮大家准备一个这个 有没有虚拟 摄影棚练习素材 我昨天晚上 有帮我们那个校本部在 做一个 没办法现在去哪里都要帮 每个地方做一个 那您连进来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背景图 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我另外一个 Photoshop做的 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 自己走进去就好了嘛 但是呢我这边是用另外一个 背景图 好那这个呢我已经下载好了 我就可以拿进去了 我们顺便讲一下 OBS您刚装完之后 有没有就一个这个画面 他一开始呢会 询问您 有没有需要做所谓的设定 因为OBS除了可以录影 也可以做直播 所以这套软体其实 刚那个 我有听到林老师有讲 就是 现在不是有一些人会 做那个 YouTuber 有人用这个做 就用这个做直播 好那 这里呢 您就按否就好了 好不需要特别设定 没关系 我们就让他预设值 让他不死心 再提醒你 下次可以在哪里找到他 好 现在 我已经下载完了 我就把它丢进来 你看我把它丢进来 这样您就看到我昨天做什么了吧 各位 这样可以接受吗 自己的教室自己来 我们做好的 就再走进去就好了嘛 好那我可以找一下 这里 时间快到了 所以我动作要加快 来 不好意思 我讲座也有带 有啊有啊 我有带自己有带讲桌 我 切一下 现在不是都要自己来吗 所以我们也自己带讲桌 好 这里我下载一下 这些就是去备好的透明图 好去备好透明 所以这个一样 按着他拉拉拉 拉到这里 拿上来 有没有 我讲座准备好了 我准备要站在这 哈哈哈 啊接下来换我自己进去啦 所以呢 我就从这里 我先做一次给老师参考一下 我是视讯截取装置 因为我要webcam 如果呢老师你觉得你用 你的iPhone 还是要Android手机 其实也可以啦 好那 这样可以吗 因为我前面有两台网络摄影机 所以 右边这一台 看木后花絮 中间这一台 呵呵 看实际啦 好我就把它确定 有没有我的画面就进来了 对不对 那我调整一下我的 顺序 因为要做到讲桌后面嘛 来 这个拉下来 放过来 好那这个大小呢 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可是现在重点来啦 我后面是不是要去备 对不对 好那我就把这个 往前一点啊 因为这样太远了 好 OK 好这样子 那我旁边这边 有一点点没有 没关系 我可以 偷偷按一个按键 老师你会看到我按哪一个 这样有看到我按哪一个按键了吧 下面这里啊 有看到了 好我就把这个地方稍微裁切一下 万一真的不行的话 有没有 我可以稍微裁切一下 好那 我可能还是再过来一点点好了 OK 这样比较不会裁切到太多 好的 那我就把我的 绿幕要把它去掉了 点到它 这里 我把它进到滤镜 事实上这个过程都跟我们一般 剪接软体是一样的 只是差在什么 只是差在说就是 它是做及时的 好 OK 我现在预设就是绿幕 有没有 绿幕 那我们拉过来看一下 绿幕 结果它不够绿 有没有 这个上面 太光亮了 也有刚好这个 光线 好吧 这里 只好 搭配我们家的 因为 这个木 效果不好 所以 我们就 帮它 绿袍加深 谢谢 这条四百五 来各位有没有觉得 这样效果好一点 我回来一点 对不对 当然 我有带 蓝色的 就看你 所以 我可以像这样子 其实这里还有一点点没有去干净 好 那 您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样真正 去背之后的 这样有没有是即时的 那你如果你真的 OK的 你就可以在这里按下去 有没有开始录制 对不对 如果你想不开可以按开始串流 那叫直播 哈哈哈 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设定 所以不会出去啦 所以不会出去 所以如果说叫我这样按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 这边有扫王 那个没关系 就录制的时候 它就录到我们里面去了 所以 老师这样有比较 感觉 虚拟摄影棚的 那种味道了吗 所以虽然你没有到 真正的虚拟摄影棚里面去 但是呢 其实你看 我们透过这些设备 有没有可以很轻松达到 效果也是蛮不错 但我们不可否认 专业的设备 绝对品质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说 您在堪用状态下 其实您这样子用 效果是还蛮不错的 好OK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吃饭 比较重要 那如果老师有兴趣的 我们就下 下 午 哈哈哈 下午就会马上来练习一下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